作曲 李宗盛 冰书上说 冰不厌诈 就这个字啊 包罗万象 什么叫诈呀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是变幻莫测 条条是死的 执行起来 那是活的 用兵之道灵活多变 那咱们前面说 正常公文操胜券 南京指日可破 就因为一念之差呀 上了人家的当子 反倒转胜为败 在瞬息之间是兵败如山倒 让人家打了个七零八落 那边说怎么回事 还得说 梁江总督 郎平左 这家伙老毛深算 别看是个文官 可懂军事 过去参加过对付张献忠 农民义军 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这回对付正成功 他也煞费苦心 先使人写了封诈信 什么叫诈信 就是假的 说我要投降 但是我的家眷都在北京 一个月之内 我投降了 我的家眷都得掉脑袋 恳请王爷开天恩 给我一个月的期限 那么过了一个月了 根据朝廷法律规定 我家眷就能保住性命了 我一定现成投降 结果正成功 一时疏忽上了当 在这一个月的期间 那办老多老多的事了 郎平佐有充分的时间 是调兵前将 正成功之所以打败仗 跟郎平佐有直接的关系 两方的主帅嘛 都指挥全局的 郎平佐稳住了正成功 之后准备的铁甲连环马 叫朱一作 叫梁化凤 怎么引军 怎样去迷惑于心 假装打败仗 怎么挑白旗投降 这都是假的 麻痹郑家军 结果上了当 人家出骑兵 一夜之间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错 郑成功手下有二十来万军队 但是战线拉得太长了 这二十万军队有一部分守住大疆和战船 有一部分保护正成功的老营 绝大部分围着南京城 这一座鹰盘 那一座鹰盘 情急之下 调兵遣将来不及了 郎平佐 就是集中全力 捣毁正成功的老营 你司令部一乱套 指挥失灵了 就好办事 击中了要害 郑成功在拼杀中 不幸中了毒箭 身可疾骨 而且间接而能带毒 这要命不 主帅这一受重伤 不打自乱 幸亏郑家军 有不少人倾向郑成功 扑死命保护王爷 杀开一条血路 清军载后的追杀 前面离着大江不远了 没想到狮子山的山后 冲出一只人马 黑乎乎的 看不清有多少 起码也都有几千人 马姓郑成功一看 完了 这要是清军 我们伏背受敌 准死无疑啊 郑成功的心机翻个 脑瓜一闪 完了 我不能叫他们抓俘虏 我就得抹脖子自杀 拿着马姓眼前 仔细看 领兵带队的非是旁人 正是干辉大将 哎呦 他眼前一亮 主公不必担心 主公不必担心 自己人 前面是干将军吗 是我 你是哪位 马姓 王爷在此快来救下 来了 这是来了一支生力军 又是救命的军队 哎呦 郑成功紧张的心情 多少点放昏 干辉 首轮宝刀飞马到了 郑成功的马前 王爷 您 哎呦 干将军 本番对不起你啊 回不听 两言相劝 才有今日的逼步 哎呀 主公 不必多说 这样吧 我去抵挡住清兵 嗯 我说 马将军 你保护主公 登船 马姓一看只好如此了 保护着郑成功 继续往江边逃走 干辉 率领着部下 迎着清军就冲上来 又是一场 惨烈的搏斗 这一众我寡呀 清军这会儿士气高昂 能有上万人马 引得胜之君 恨不能抓住郑成功 和立功升官 遇上干辉了 几个拉锯 几个冲锋 干辉的几千人 就让人冲散了 死人是倒地 一大片 一眼望不到头 天光四亮四不亮 干辉啊 就盼着多支撑 一会儿郑成功好跑得远一会儿 儿下再想免来不及了 就得调动水军 情急之下上哪儿调水军去 只好引得胜之兵回城 但说两江总督 郎平左 坐在大厅里的 听报告 一会儿一次报告 一会儿一个报告 全是胜利的好消息 把他激动的坐不住了 倒背着双手来回支溜 嘴里头 好 好 好 皇上 鸿福七天 哈哈 好好 答得好 答得好 报 郑成功逃走了 调动人马追 不能叫他出长江口 大事 报告 总督大人 我们抓住 无数的俘虏 抓住郑成功 手下的大将 叫干辉 等等等等 干辉 啊 知道知道 嘿嘿 这个干辉是有名的反叛 提上来 有人推推涌涌 把干辉推上来 推着干辉一块上来的 就是先被抓的那个于心 于心的先锋营 被清兵给攻破了 于心 也叫人抓了俘虏 到这块他就骨头软了 跪在郎亭左的面前苦苦哀求 郎亭左正在用人之计 所以把他给饶了 把他手下的部队改变 变成了清兵 让于心呢 在军前效力 立功赎罪 这场正杀 于心呢 也没少杀郑家军呢 他认为只有这样 这位总督大人才饶恕他 他才可以站稳脚跟 要不说怎么叫哈巴狗呢 一旦叛变了 比那敌人还要凶狠多是位啊 再看于心 满身上血迹斑斑 手踢着宝剑 压着甘辉 走进大厅 然后他往旁边去站 甘辉是命死不贵 挺着胸脯咬着牙 弄无会儿似 把那牙齿脚 直响 郎平左看了看 你叫甘辉 呸 知道你还问 甘辉啊 对你的简历 本帅清楚 听说郑成功 在南澳招军 你在教军场献议 听说你的剑法 有百步穿扬的功夫 自从你保了郑成功之后 为他立下大功啊 有个普通的士兵 现在升到一阵的阵主 除了郑成功之外 你是少有的红人啊 不过呀 郑成功啊 毕竟是鼠目寸光 帅领着乌合之众 怎能抗拒天兵啊 大清已经定国了 天下都是大清王朝的了 郑成功孤军深入 就想什么反清复明 这不是笑话吗 看见没 想夺我的南京 不但南京城没得着 伤兵损将 肯定离他灭亡 不聊几天了 你在这个节锅眼上 让我们逮住了 干辉 我知道你是冤猛将 我有爱才之痞 这样吧 你愿意投降归顺 你给我个痛快的答复 我绝不亏你的财量 包举你高官货座 骏马得齐 你怎么样 愿意投降吗 放你妈的屁 老平左 你个狗扎住 你也是个汉人 你为什么保了满达子 你把老祖宗的给忘了 你不是个人 我干辉 生 生 是郑家军的人 死 是郑家军的鬼 你随便吧 叫我投降 没有门 那些清官将 左一听 一个个邓远仰 你 各拽刀剑 这 那一次你 这么猖狂你 他多了就得了 郎平左 真有爱才的皮 不但不生气 不住的扁头 罢了 罢了 你还真能 誓死如归 哎呀 看来郑成功 提拔你 真对了 我怎么办 他捋着胡须琢磨着 那个鱼心 像哈巴狗似的过来 他为了讨好 大帅 您真喜欢他们 真的 那 降将不才 我劝说 劝说他 行了 你要真劝说 他能投降 你算利息大功一件 是是是 从命 从命 于心套近伙 过来了 干将军 干将军 哎 过去你我 同殿成臣 都保的是 郑成功 方才大帅 说的一点都不假 郑成功 不明事理 因卵击石 他能 反清复明吗 那不笑话一样 那是 持人做梦啊 干将军 大帅 喜欢你 实时务者 为俊杰 你要 投降 咱俩 同保大清 连我 都弄官一下子 何况是你啊 你不逼我 圣强万倍吗 到了时候 咱哥们 还能在一起共事 何乐而不为 赶回没说话 只哼哼 于心心里也没比了 喂 问你啥意思 郁将军 你说我归顺 何事 哎呀 国姓爷对我 可不错呀 是啊 哎 当断不断 逼流后患呢 现在 生死两条道 摆在咱们面前 你要投降 就活了 你要是 宁死不屈 为正成功卖命 脑袋就得搬家 人生可就这一回啊 嗯 你仔细点亮点亮 于将军 有些话我万难出口 哎 于心一听有门啊 往前凑凑 那没关系 你先对我说 这话不能叫旁人听见 那你先把底交给我 于心坚信 顺不疑往前一凑 摘耳侧听 把这脸和耳子逼过来 没想到 甘辉也往前一探 不得 哐一口 把于心耳朵给咬住了 我偷想 你这儿骗人 哎呀 这下咬的这个实在 没把于心疼死 哎呀 哎呀 我儿子 咔吃 然后甘辉 把耳朵给死掉了 鲜血横流 疼得于心之蹦 哎呀 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 甘辉气急了 耳朵嚼到嘴里头 没吐 嚼不嚼不厌了 你个卑鄙的 无耻之徒 贪生的败类 我岂能与你一条道 我至死不想 郎庭左一看这人呢 吃了秤脱撇了心的 好吧 我成全你 甘辉 你就做了刀下之鬼 我也赞成你是个人物 只行 推出去 就这样 把甘辉推出去了 那于心的那只蹦的 哎呀 我的耳朵 郎庭左 用白眼睛看了看他 恶心 哼 这个小子贪生喜命 这货我留他干屁 来人让他陪往 把他脑袋给我砍下来 要不说不能投降 谁都瞧不起 这于心打算摇尾起怜 讨好对方 到头来把命也打上他 他死不死是小菜一碟 可叹了干辉 那么大的英雄 为了保护郑成功 伸手易处 让郎庭左 命人把脑袋砍下来 挂在城楼市中 郎庭左 马上败折的 非报北京 让顺治皇帝 放心 说我打败了郑成功 南京城保住了 瓜州镇将所丢的城池 全都收复了 顺治地大喜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这阵大学士索尼 赶紧奏文 陛下 郑成功虽然打了败仗 还有一定的实力 依然率领郑戒军 盘踞在厦门 此内不出必是后患 说的对 说的太对了 如此说来 必须集中兵力 彻底清除之 他们马上调兵 潜将 全力以赴 进攻厦门 要端郑成功的老窝 安协他们 咱不说 咱说郑成功 败在船上 杀出长江口 等一入了海 心 这才落庭 保住性命了 清军的舰队根本就不行 追上了也白追 郑成功 一声令下 杨其风帆是败走厦门 此次北伐宣告失败 第一件事在船上 智商 那中了毒了 幸亏军医技术高明 不就命保不住了 这郑成功是刮骨 撩毒 这条命才保住 但是 这伤可太重了 因为旧的不及时 虽然战时把命保住了 这个病根算坐下了 有时候一腾起来 腾腾难忍 那也就是郑成功那条铁汉子 郑成功伤好了之后 灰心丧气 指挥军队 安全到达厦门 幸亏有个家 没这家 上哪儿安身去 差点军兵 二十多万大军 损伤了多一半 带回来的老弱病残 及受伤者不到七万人 那么多的战船 损失了三分之二 仅剩下三分之一 而且身边几百元大将 有百分之八十的 为国捐躯 回来郑成功 你看死亡的名单 痛不欲生 郑成功哭得跟泪人相似 这些人死谁身上 死都我郑成功身上 因为我一面之差 误中了郎廷左的监计 才有今日之结果 我是罪魁祸首 我还有什么颜面活着 拉出宝剑要抹脖子 马信众人把宝剑夺过来 胡拉朝全跪下了 王爷 王爷善保身躯呀 那是清天柱 您要不在了 整个圈万了 反兴复明的大业 谁能承担得了 再说 胜败兵家之常事 今日虽然北伐失败 可是呢 我们也吸收了不少的失败教训 化悲痛为力量啊 王爷善保胡体 咱们还要重新振作精神 大伙苦苦相劝 郑成功这才点了点头啊 看来本王活着是为赎罪呀 博下唐银 在厦门岛 修建忠烈祠 立碑纪念 那碑上刻着 镇王将士的名字 初一十五 得祭奠 每次祭奠 郑成功都哭得跟泪人相似 他也真的振作精神 从心演兵 等待着报仇的机会 按下他不说 单说清正书 顺治皇帝吸收教训了 一想那个郑成功不死 大清的江山平稳不了 经过研究之后 马上派了亲王达肃 满洲人 为钦差大臣 官封福建将军之职 奉圣旨上这都战 达肃到达福州 福建总督李帅太 辟督马德公 海成功黄雾 同安总兵施朗 你还记得施朗吗 现在升了同安总兵官了 列队应接 把钦差大臣 达肃 接近大厅 奉旨来的 一时福州文武官员齐聚 拜见钦差 和达肃嘴撇着 坐在正座供好了圣旨 手捧着天子剑 各位 本将军奉旨 来到福州督战 无论如何 要彻底跟出 正常公 及其同伙 天子明照 立功者赏 而且是重赏 为刀必见者 杀 大家听明白没 哎 中卫有这种信心吗 众人一看 吹牛谁不会 有 有 一个比一个升高 嗯 达肃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我们不要辜负圣恩 今天请各位归座 各书举荐 怎么能消灭正成功 大家发言吧 文武作协之后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里跟明镜一样 虽然说 郑成功打了败仗了 现在手下的人 划了划了 还有数万之众 那是一头猛虎 大伙是束手 无策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